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4月27號星期六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汪文斌被記者輪番轟炸 日本將派出作戰警衛隊保護印太島國 廣東京縣龍捲風 最大冰雹有足球那麼大 曝光中共病毒第一人 科學家遭當局迫害 學生發長文 在網路上喊冤 越南女首富張美蘭在獄中上訴喊冤 否認挪用資金 柬埔寨軍事基地彈藥庫發生爆炸 導致20名官兵遇難 在節目開始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位 來自芝加哥的張女士的經歷 張女士要做白內障手術之前 被告知因為血糖過高而無法手術 在使用了三高代謝保治後 她的血糖有了明顯的改善 之後呢 張女士不僅成功做了手術 還發現自己的皮膚也變好了 夜間也不再頻繁的起床了 三高代謝保治通過調節和平衡身體的各項機能 促進器官和生理系統恢復正常的代謝 修復自身的療癒能力 但需要提醒您的是 健康補充品的效果都是因人而異的 張女士的體驗可能並不是典型 所以我們鼓勵您在嘗試新的產品之前 諮詢一下專業的醫療人士 了解詳情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 近日 德國逮捕了為中共從事間諜的嫌犯 中共則緊急召見了德國駐華大使 在中共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上 就遭遇到了外媒記者的前後夾擊的追問 讓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被打臉不清 另一方面 日本已經決定 派出有作戰裝備的特別警衛隊 支援印太島國 中共反應強烈 最近我們連續報導了 德國在這一週內一共抓了4人 他們都被指控為中共充當間諜 之後在25日 德國駐華大使當天被中共召見 隨後在26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的記者 就德國駐華大使被召見一事提問 請汪文斌介紹為什麼要召見 以及被召見時談了什麼 汪文斌則避開了提問 斷然否認間諜活動 但是他沒有給出任何的證據 他說 所謂的中共間諜案純屬無中生有 中方已經就德方的無端指責向德方提出嚴正交涉 他還再次搬出了老一套駁斥西方的言論套路 說所謂的中方堅決反對 停止惡意炒作等等 結果汪文斌的教科書回答不幸碰到了硬釘子 彭博社的記者就追問說 2022年的3月31日 澳洲駐華大使抱怨他請求旁聽成磊的庭審被拒 成磊當時被指控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 當時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回應說 有關方面應該切實的尊重中國的司法主權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中國司法機關依法辦案 為什麼當時澳洲大使評論中國的法律制度是不合適的? 而這次中方召見德國大使抱怨德國的法律制度是否合適? 面對西方記者直接駁斥雙標 汪文斌無法回答 他只能辯解到 所謂的中方間諜威脅論純屬無中生有 我想你應當清楚 這不是什麼司法體制的問題 但是他沒有提到任何的證據或者細節 這可能是一直以來按照教科書來回答問題的汪文斌 少有的尷尬場面 另外 由日本的媒體報導指出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特別警衛隊將會被派遣到印太地區 強化並支援日本海巡機構的登船檢查能力 報導說 這是日本從特警隊成立之後 首次派遣對海外機關提供支援 由於中共正在不斷地透過經濟投資等手段 加強對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 日本派遣特警隊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可以加強與印太地區國家的關係 日本海上自衛隊最高層的海上幕僚長九景良表示 目前日本已經接到了多個太平洋島國的請求 計畫讓特警隊針對個別國家提供多天不同程度的支援 因為特警隊擁有多種能力 所以能夠提供各種支援 日本派遣特警隊的消息傳出之後 騰訊網的軍事專欄作者李立潭認為 日本派駐的特警隊是隸屬於海上自衛隊下面的一支特種部隊 屬於軍事力量的一環 看似是在執行和海盜相關的任務 而海盜的身份是由自衛隊認定的 幾乎可以要求任何疑似會對日本構成威脅的船隻 強制停船並登船檢查 同時特警隊有自己專門的作戰裝備 整支部隊的使用具有非常大的彈性空間 李立潭還強調說 日本這樣做是為了擴大在海外的影響力 以及實際控制力是非常危險的舉措 外界解讀認為 中共表面上看似強硬其實是心虛的表現 就如同曝光出來的影片 習近平在接見布林肯之前表現出的坐立不安 但是真正接見的時候 又故意的在布林肯面前擺出盛其凌人的架勢 中共和習近平的表現沒有區別 而美國眾議院4月20日通過了援助烏克蘭 以色列和臺灣的法案之後 令中共相當的懼怕 在氣急敗壞之下 用自私 傲慢 偽善和醜陋來辱罵美國 許多時事評論人士分析表示 如果普京戰勝烏克蘭 哈馬斯和伊朗在中東纏住以色列 那麼美國將顧不上協助臺灣 那麼中共就會趁機攻打臺灣 這就是中共黨魁的強國美夢 不過外界也認為 由中共在背後支持 由普京親自發起的入侵戰爭 竟然演變成了全球民主國家 團結一致為打敗邪惡軸心骨而出錢出力 中共這次不僅僅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而是發動了一場自絕墳墓的毀滅之戰 在27日 中國廣東省出現了猛烈的強對流天氣 廣東省多地降下冰雹 據網上的圖片顯示 冰雹的個頭像雞蛋一樣大 最大的有足球那麼大 稱得上是致命尺寸 還有家裡養的雞被砸死的情況 另外據官方的氣象消息顯示 下午3點左右 廣州市白雲區中洛潭鎮出現龍捲風 綜合中國大陸媒體的報導 廣州市多個地區 27日發布了龍捲風警報 預計最大的陣風達到11到12級 破壞力驚人 警報顯示 受低壓槽的持續影響 廣東沿岸地區天氣惡劣 有民眾拍到了恐怖的龍捲風 引發了5次高壓線爆炸 發出耀眼的閃光 黑雲壓成 非常像災難片 廣州的多個區都發布了暴雨紅色 雷雨大風紅色 冰雹橙色預警 有民眾還拍到了冰雹最大的有足球那麼大 這次大風強降水和雷電極其猛烈 導致災情的風險極高 廣州市普遍出現了強風短時強降水和強雷電天氣 其中天河 月秀 海珠 潘雨等地 早上升級為雷雨大風橙色預警 目前仍有雷雨雲團影響廣州市 累積的雨量達到50毫米左右 這在網上就引來了一片驚嘆 有網友表示 老天爺真怒了 簡直就是天譴啊 妖魔鬼怪陷人間 也有的網友表示 人類走到了最後 積累下的巨大罪業無法還清了 光是中國人巨大的怨氣 就會毀滅一大群人 還有的人說 之前的瘟疫只是很小的一個警告 很快各種類型的災難會如期而至 金木水火土類的災害都會出現 這對壞人 尤其是為共匪站臺的人 都是滅頂之災 他們無處可逃 26日 原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病毒學家 張永鎮的研究團隊的學生 在網路上公開為張永鎮喊冤 控訴當局不擇手段地對他進行迫害 阻礙他進行病毒研究 還強行關閉了他們的實驗室 微博名為年年再搬家的網友發文說 一而再再而三 既不協商也不溝通 想停勞務就停勞務 想驅離就強制驅離 是覺得我們做研究的人怕事好欺負嗎? 張老師 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再忍了 發文的博主從六個方面 陳述了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黨委書記范小洪為首的部分人員 是如何迫害張永鎮和他的科研組 如何阻礙研究的 文中介紹說 他們是張永鎮課題組的學生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黨委書記 長期迫害張老師和他的團隊 張老師一直隱忍 沒有向媒體透露這件事情 然而在4月25日 公衛中心竟然在沒有提前溝通的情況下 單方面告知團隊 要在兩天內搬離實驗室 他們出於無奈 只好把團隊近幾年來所受到的迫害 公之於眾 其中透露說 首先是上海公衛中心 在2002年10月31日 單方面撕毀協議 強制要求終止與張永鎮團隊的科研工作 同時撤銷張永鎮的OA辦公系統 把他的團隊驅離 並且拖欠的科研經費 勞務費 科研獎勵等等共計1000多萬元人民幣 另外 上海公衛中心還阻礙 新冠溯源的科研工作 不斷地給他們製造麻煩、困難和障礙 在2021年的中下旬 就多次停發了幾個月的協議報酬 不給科研經費 包括團隊成員和學生的勞務費 沒有了經濟來源的學生一度以泡麵度日 正常的科研活動也無法進行 不僅如此 在2023年的6月27日晚 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 上海公衛中心指使院辦主任黃敏、保衛科長 阮豐傑等人強行搬走了張永鎮團隊 在防控8樓的806辦公室的物品 堆放在了走廊 還更換了門鎖 文中還說 不理解這種不溝通解決問題的方式 只是以P3實驗室升級改造為藉口 強行關閉了他們的實驗室 驅離科研團隊 完全是仗勢欺人 以權壓人 之前就曾有大陸的媒體報導說 在2020年1月5日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張永鎮帶領的團隊 已經完成了病毒的全基因測序 當天就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進行了報告 提醒新冠病毒與SARS非常的相似 建議採取適當的措施 防止疫情的擴散 但是直到1月11日 團隊仍然沒有收到當局的回應 於是團隊在病毒學網站上 發布了世界上第一個新冠病毒的基因測序 當時中共官方還在告訴中國的民眾 說武漢從1月3日起已經沒有新的確診病例 沒有明顯的人傳人跡象 在張永鎮團隊公開病毒基因序列之後的第二天 中共當局馬上以整改為理由 關閉了它的實驗室 之後媒體還報導說 外界質疑 復旦大學實驗室被關閉 另有內情 考慮到張永鎮團隊是率先指出 武漢肺炎最像中共軍方病毒的 中國科研團隊的一項研究 因此這個整改恐怕並不簡單 越南女首富萬聖發集團的董事長張美蘭 在4月11日被越南胡志明市人民法院宣判死刑 她被指控涉嫌欺詐金額高達440億美元 被稱為世界上貪污案之罪 也讓越南的打貪行動備受關注 根據越南媒體的報導 張美蘭已經提出了上訴 不承認挪用資金 而且上訴狀還是她在監獄裡親手寫的 綜合越南媒體的報導 胡志明法院已經在26日收到了張美蘭的上訴書 張美蘭針對死刑判決和刑罰提出了上訴 說自己沒有挪用銀行的資金 張美蘭被控在2018年2月份到2020年的10月份之間 通過幽靈公司和賄賂政府的官員 設立虛假的貸款申請 從西貢商業銀行提取現金 詐騙投資者的金錢 涉案的金額高達440億美元 據瞭解 張美蘭的上訴狀是她在獄中親手寫的 一共3頁 與張美蘭一同受審的還有85名被告 也已經有50名同案的被告提出了減刑申請 而另一方面 越南打攤行動越演越烈 除了張美蘭之外 飲料大亨 陳桂青因為涉入一起4000萬美元的詐欺案 在25日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 另外 越南的國會主席王廷慧在26日提出了辭職 他的助理范太哈在這州剛剛是因為涉及到行賄案 被當局逮捕 柬埔寨總理洪瑪內27日表示 國內西部的一座軍事基地發生了彈藥庫爆炸事件 造成了20名柬埔寨軍人遇難 還有多名官兵受傷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洪瑪內在臉書上發聲明表示 磅皮省的一處軍事基地27日下午發生了爆炸 但是它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 美聯社報導說 目前還不清楚爆炸的具體原因 洪瑪內還向遇難官兵的家屬表達了哀悼 承諾政府將支付喪葬費用 而且死傷者都會獲得賠償金 根據事發現場的照片顯示 一件被炸毀的建築物還在冒煙 另外有部分軍人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這期的國際風雲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和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請按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